大家好,我是Stan 继成员WuGi 尤家Ed队长陈孙元也将要以Solo出集了 今天,所属公司Cube娱乐对媒体表示 陈孙元以6月回归为目标 正在准备Solo专辑 详细日期尚未确定 陈孙元在2016年参加Innet & Pretty Rips的第三季 收到大众们的哄评之后 2017年10月5号发表了首张Solo单曲千里 然后在2018年5月2号 以尤家Ed的队长正式出道了 所以如果下个月回归的话 陈孙元就是时隔4年的Solo回归了 但是因为在苏京争议之后 有家Ed的成员们都相继以Solo回归 所以也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有80正义的团体出Solo 不应该要抵制吗? 不该先处理该要处理的事情吗? 是不是因为不能团体回归 所以都要转Solo呢? 陈孙元Solo是很期待的 但是Cube不该先发表一下历程吗? Solo是无所谓 但是苏京要消失到什么时候 这样让成员们轮流Solo回归后 过个一两年 是不是想要偷偷完全体回归呢? 真是不太好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陈孙元Solo有什么好抵制的 又不是索元的问题 要攻击的对象是没有反馈的公司吧 又不是团体活动 也不是当事人 期待索元 为什么要在Solo提起团体呢? 抵制? 这是公司的错 所以是不是要抵制所有Cube的艺人呢? 索元全部都撕掉吧 索元争议的时候 那些人整天留言 连累了整个团体 尤其是连累了队长索元 索元很可怜 希望索元能自己出Solo 现在索元真的要出Solo了 却又在这里抵制什么的 真的太恶心了 对于陈孙元的Solo回归 对于尤其成员们的Solo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爱奇文出身的Sakura 宣布从日本女团HKT48毕业之后 很多日韩华语圈的媒体都纷纷报道 有关Sakura以后会在哪里发展 会跟什么公司签约等等的消息 甚至有些媒体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 确定进入某家经纪公司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Sakura本人对于这些谣言是怎么想的 今はSNSも私がしていないので 不安だなとか思う日々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アイドルを応援する上で 一番皆さんに心得ていてほしいことは 公式を纏う 気中するよりも私は これは公式の情報なのか っていうのをまず確認するのが 今回の私においてじゃなく 全てにおいてアイドルを応援する上で 大切なことなので 是非そこをファンの皆さんには 心得てもらったら もっと楽器にアイドルを押せ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真的太了解半圈了 看他说话就知道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等待官方 簡直就是个名言 不管去哪里永远支持你 对 不管去哪个国家的哪个公司都可以 只要能回归就好 最後我们来看一下 在日本受到很多关注的 韩国三大经纪公司 变成女高中生时候的形象 首先是KYP 是端正的女高中生的样子 YG是比较会玩的女高中生 SM 果然是世界观最强经纪公司 36時 远填 まだ 大型 的 装置 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